主料,中筋面粉110克,玉米淀粉30克,辅量,花生,玉米油50克,鸡蛋55克,棉白糖40克,蜂蜜20克,泡打粉2克,小苏打1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花生适量放入烤箱,180度20分钟,烤箱,注意不要烤糊,影响口转。 中筋面粉,玉米淀粉,泡打粉真好混合,打入一个鸡蛋大约55克,放入白糖,放入蜂蜜和玉米油,翻拌成卷鱼面团,取一小块面团,按成一个小窝状,放入烤好的花生仁。 我没有去皮,因为花生皮很有营养,其实去掉皮更好吧,并且口感更好,请可以去皮包过花生。 收口包成一个椭圆形,包好的花生摆入烤盘,每两个中间隔一段间距,因为放入泡打粉和小苏打,成品会膨胀。 将烤盘放入烤箱,180度烤18分钟左右,取出烤盘量量即可食用。 烹饭技巧,以为用的鸡蛋55克,相对应油的量是50克。 如果你用的鸡蛋稍微小一些,要相应增加油的量,桶里鸡蛋的量多了,油要相对少一点。 二之所用用光刀翻拌面团,是因为和面团会使面团上筋,会使成品不酥脆。 三,我没有将花生去皮,因为花生皮很有营养,其实去掉皮更好吧,并且口感更好,请可以去掉花生皮包过花生。 四包好的花生摆入烤盘,每两个中间隔一段间距,因为放入泡打粉和小苏打,成品会膨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